公布了二月份的制造业还有服务业的营业气候次验点双双呈现连三身的态势 因此台经院认为国内的景气正在逐步上扬 不过现在要注意的是物价上涨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这两天看起来不管我们的工商业的营运或者我们的金融市场 目前看起来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扶贸议题吵得沸沸扬扬 台经院认为短期内对台湾经济还不会有影响 加上国际经济情势持续乐观 公布二月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 约增零点零八点来到一百零一点三一点 服务业九十八点零五点 约增二点二八点呈现连三身态势 国际经济情势仍然是相对的乐观 那么对我国的电子业及借业 纺织食品业及服务业 未来的景气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对未来景气释出乐观讯息 不过主计总处发布一月平均薪资为 三万七千九百三十八元 年增百分之一点二一 但扣除物价上涨 实质薪资只剩下三万六千七百四十元 远不及十五年前的三万六千九百七十九元 经济还有国内的需求 如果回温的话 对物价也会有带动的作用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年的薪资成长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 它会不会被物价吃掉 纵使科技大厂鸿海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 都陆续宣布加薪 将带动今年企业调薪效益 但物价再不受控制 恐怕对整体民众的荷包 消费力没有实质帮助 林松春富太不到